这个前凸后翘的女人要越狱 只见她前脚一伸 肩膀往外一送 脑袋在慢慢一挤 借助身体的力量 屁股再向上一提 这番骚操作 看待了一旁的小猫咪 避开腹部一 她跳上窗户 在轻轻一跃 接一个旋转360 猛引落地 这边杰森找到老板娘 威逼她承认自己的罪行 就在杰森准备掏枪时 老板娘突然转身 一枪打中了杰森的肩膀 就在她准备再补一枪时 小美的劈兵已经赶到 把杰森带到一个安全的角落后 她返回去找到老板娘 在猫女面前 老板娘根本不是对手 但由于她劣质化妆品用得太多 身体变异的十分抗揍 在接下小美的一套连招后 她竟是毫发无伤 突然她拿起了灭火器 对着小美一顿喷 小美蹬上柱子接力 一个后蹬腿 老板娘撞在玻璃上 昏死了过去 小美慢慢地靠近她 谁知她抓起了碎玻璃 一下刺进了小美大腿 接着操起铁棍 一下一下地猛击小美 小美跳上房梁 一记劈鞭将她放倒 然后对着脸一边来一下 她丑陋的面貌原形毕露 最后一记旋转大鞭腿 外加一巴掌 老板娘被打出了窗外 透过玻璃 她看到自己被毁的面貌 竟然吓得手一滑 掉下百米高空 领了盒饭 从此之后 小美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说好像是找到黑脸 干起了剪辑